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叶琛约见李燕芝跟他聊休眠体失踪一案的进展 叶琛坚持认为应该叫休眠体苏醒一案 两人斗嘴的时候李燕芝拿出自己的手机不经意一瞥 看到了自己的追踪软件上显示的他 送给田静芝的车曾停载在金路国际 时间是7月12日早上正式凶杀案发生的时间 敏感的李燕芝急忙赶回家 薛灵乔再次来到被害人一家 他想来找到神秘的仇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他看到散落在地上的照片 凌乱不堪的房间和桌子上的牛奶瓶 薛灵乔推测仇人可能是派人伪装成送牛奶的人员 趁女主人接过牛奶要付给他 下个月的牛奶钱时趁机进入屋子 用刀筒死了男女主人 拿着了男主人珍藏的玉佩盒子里所藏的照片 就是那张男主人的妹妹提到的小男孩和母亲的照片 李燕芝整理了一下最近田静芝的车所去的地方 医学院拍卖公司 胜利小区因为被害人6年前的住址是胜利小区 心思缜密的李燕芝立马联想到了薛灵乔 他认为薛灵乔与此次案件有关便来到田静芝家 将薛灵乔带到警局审问 薛灵乔处遍不惊直言自己去拍卖公司 是因为自己家的传家玉佩丢失了 自己家几代人都在苦苦寻找 自己偶然得知在拍卖公司得知了玉佩的下落 了解到了变卖玉佩的人的住址 薛灵乔的解释毫无破绽拍卖公司的人 胜利小区的住户都证实他所说无误 李燕芝对薛灵乔的行踪掌握得如此精确 这让薛灵乔和田静芝都意识到 李燕芝在那部车里装了追踪器 田静芝生气地把车钥匙还给了李燕芝 冯冻冻在田静芝家吃泡面 田静芝因为担心薛灵乔急得团团转 他打电话给张萱萱求叫 但是心烦意乱的张萱萱没有接电话 因为张萱萱的妈妈突然被气诺言 要张萱萱嫁给洪世光 本来张萱萱答应为了张氏企业 与洪世光假扮情侣 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嫁给他 张母的决定让张萱萱十分生气 原本无意间碰到张萱萱的叶琛还在嘲笑他 但是听到张萱萱与母亲的对话后 对张萱萱的印象有了改观 叶琛开车带张萱萱吃饭 但是没想到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深夜的大马路上 两人找不到可以求救的人 只得站在路边从夜景一直看到了日出 第二天一大早田静芝就来到萱萱家 但是萱萱家没有人 随后洪世光开车也来到了萱萱家 田静芝此时才知道萱萱跟父母吵架离家出走了 洪世光提出他开车送田静芝回去 田静芝答应了一路上 两人谈天说地 洪世光还洋装问田静芝 薛灵乔真的是妖怪吗 田静芝开玩笑的搪塞过去了 但是突然洪世光发现后边有车在追赶他们 为了躲避后车的追赶 洪世光开始飙车 田静芝十分害怕 便给人在警局的薛灵乔打电话 被关在审讯室的薛灵乔 听到电话就敲门 但是没有人开门 薛灵乔只得踹开了门 一群警察以为薛灵乔要逃走 举枪包围住了薛灵乔 薛灵乔告诉李燕芝的朋友由于宰田静芝有危险 由于宰接到电话后便急忙派人去救援 薛灵乔可以离开警局了 李燕芝将他送到了医院 因为两车相撞而受伤住境 医院的田静芝急着想要见他 躺在医院的田静芝一脸迷茫直到看到薛灵乔 他抱着薛灵乔嚎大哭起来 随后薛灵乔问田静芝为什么不报警 田静芝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 田静芝出车祸的事情在微博上被热议 田姆得知田静芝没事后打电话 给医生问田静芝是否怀孕了 得知田静芝撒谎的田姆十分是生气 拿着枕头狂打田静芝 在田父和薛灵乔的劝说下才息怒 洗完澡的田静芝裹着浴巾去冰箱拿水 他满脑子都是在医院薛灵乔照顾他的场景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喜欢上了薛灵乔 出去吃饭的薛灵乔突然回来 这让只裹着浴巾的田静芝莫名紧张起来 他换了衣服后对着薛灵乔喋喋不休的抱怨 薛灵乔却突然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以后 有关复仇的事情不想再让他参与了 因为不忍心看他受到伤害 这些话让田静芝十分感动 但是他仍然嘴硬的表示自己 本来就不愿意管他的闲事 在跆拳道馆上课的洪世光和薛灵乔聊天 洪世光解释到自己的堂哥洪世龙突然回国 自己的这次车祸可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他还追问薛灵乔田静芝是否有什么仇人 这些话让薛灵乔十分自责 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仇人前来报复 连累到了田静芝 海里曾经与薛灵乔相伴的海归 问薛灵乔是不是喜欢上了田静芝 薛灵乔口是心非的否认说自己只是担心他罢了 田静芝因为车祸案需要到警局路口供 离开前在家和薛灵乔闲聊 田静芝要薛灵乔不要随意出现在 李燕芝和叶琛都在怀疑薛灵乔的身份 薛灵乔表示不用 因为自己有正常的身份和漂亮的女朋友 过着与正常人无异的生活 没有人会怀疑自己的 叶琛因为休眠体一案频频约见李燕芝 尽管李燕芝十分不认同她 的关于休眠体苏醒的想法 李燕芝质问叶琛如果休眠体真的苏醒了躲起来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找出来呢 叶琛表示因为那是自己的研究材料 李燕芝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只能靠药物维持病情 田静芝在家打扫花圃 突然开来一辆车停在了田静芝家的停车位 田静芝赶上前去阻止 没想到车上坐的是缝冻冻 原来这辆车是薛灵乔买给田静芝的 田静芝意识到了自己对薛灵乔有了异样的情愫 但他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 只是被薛灵乔的贴心感动到了 田静芝和红世光被追杀一案毫无进展 别墅区男女主人被追杀一案也进展甚微 由于宰江查到的情况告诉李燕芝 李燕芝表示凶手可能是伪装成 那宋乃公进屋杀掉了男女主人 田静芝拍完戏后来到了跆拳道馆 他没想到的是 一大群女生围在薛灵乔的教室外边拍照 看到这些女生疯狂的表现 田静芝都震惊了 跆拳道的馆长是田父田母的顾江 所以田静芝一直称呼他为馆长爸爸 馆长告诉田静芝 因为不少女孩子都为了看 薛灵乔整天守在教室外边 所以自己想让薛灵乔再开一门课 田静芝文言后坚决反对 一直喜欢薛灵乔的小乖妈妈总是 趁接送小乖的时候和薛灵乔交流 田静芝看到薛灵乔和小乖妈妈热情交流的场景 十分生气便悄悄尾随 但没想到被薛灵乔发现了 回家后田静芝就一直不停的找茬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